这是有史以来最神奇的生育方式 只需将父母的血液滴下 机器便会迅速模拟受孕过程 紧接着通过细胞分裂 一个男婴顺利诞生了 就连名字样貌都会显示出来 甚至她的一生你都能一清二楚 可谁想上一秒还是未婚妻的女人 下一秒竟变成了杀父仇人的女人 为了替父母报仇并安葬她 赛格将匕首藏进袖口打算报仇 不料她正愤怒地要出手时 未婚妻却冒着被逮捕的风险 将父母的骨灰偷出来交给了她 而也就是这行为 让赛格暂时放弃了暗杀的想法 赛格抱着父母的骨灰坐在家中 曾经温馨的小家 现在却变得破旧不堪 忽然一声敲门声打断了这份悲伤 一对母女将他们家族标志的石头递了过来 这仿佛在提醒赛格她该振作起来 盼着孙子的超人斗篷逐渐消失 赛格突然发现了凹陷的石块有点不同 于是她连忙扫开灰尘 那上面赫然是他们家族的标志 而就在赛格看得入神时 一道声音让她惊呆了 Cellus said